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 男人竟将女友的拉链拉开 目的就是让她去勾引缆车的管理员小胖 好为他们省下三张门票钱 女人过去首先白嫖她一根滑子 说自己跟漂亮的闺蜜一起来玩 信用卡忘记带了 身上的钱不够付三张门票 希望小胖能帮她一下 小胖虽然有点为难 但是面对漂亮的妹妹 单身30年的她还是答应了 可等到三人上车的时候 小胖瞬间傻了 说好的两个闺蜜却变成了两个汉子 可怜的小胖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三人就这样顺利地坐上了缆车 等他们玩到了晚上 滑雪场就要关门了 可三人还想玩最后一把 小胖拗扭不过他们几个 最后还是放他们进去 并嘱咐他们一定要快去快回 缆车缓缓前行 小胖那边也进行了交班 走之前对同事说 还有三个人在上车 等他们下来再关闭 不久后他就看到三个人 从山上滑下来 管理员以为没有人了 他拉下了暂停缆车的开关 然而另一边的缆车 才刚走了一半 三人就这样被困在了 几十米的高空 此时的三人还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以为只是故障暂时停止了缆车 他们并没有在意 等到雪场的灯光逐渐关闭 他们开始慌了 三人这才意识到他们被忘了 这是小美说出了更可怕的事 因为今天是星期天 雪场要等到下个星期五才开放 如果这是真的 这意味着他们要被困在这里 整整一个星期 听到这里三人彻底害怕 开始大声呼救 可回答他们的只有无尽的黑暗 就在三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 暴风雪要来了 此时的温度急剧下降 没有任何遮挡的三人 只有任凭刺骨的寒风吹在他们身上 难道真的要被活活冻死吗 这时突然有一辆清雪车从下面经过 绝望的三人看到了希望 他们拼了命的呼救 可外面的风雪太大 驾驶员根本听不到 就在这时滑雪车停了下来 他们高兴地以为得救了 其实是驾驶员收到了总部返回的指 看着返回的清雪车 他们丢下了滑雪单和护墓地 希望能引起驾驶员的注意 但只顾着倒车的驾驶员并没有发现他 三人崩溃了 小美害怕地哭了起来 那滑嫩的小脸被冻得通红 已经失去了知觉 看到女友被冻成这样 阿伟不想坐以待 她打算从这里跳下去 这个男人双眼一闭 随着一声脆响 阿伟彻底失去了知觉 等到她起身的时候 只见那双腿扭曲骨头都落在了外面 阿伟痛苦地大声尖叫 上面的小美坐不住 想要下去帮助她 阿伟说千万不要下来 否则下场会跟她一样 小美急忙将围巾丢下去给她止血 却被风吹到了树上 大壮也把自己的围巾丢了下去 虽然就落在不远处 但此时的阿伟根本就动不着 只能忍着腿部的剧痛伸手去拿 随着一阵阵痛苦的叫声 阿伟终于拿到了围巾 等到她绑住了大腿止住了血 一声恶狼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阿伟绝望地大声呼吸 但听声音恶狼似乎离得还很远 大壮打算从缆绳上爬过去 爬到附近的柱子 应该可以到达地面 但由于上面都结冰太黄了 他们必须把冰兜清理 还可以过去 碎冰掉落在阿伟的身上 她急忙捂住了脸 这时阿伟突然感觉到不对劲 只见一只恶狼赫然出现在眼前 她凶狠地盯着阿伟发出恐怖的叫声 阿伟被吓得瑟瑟发抖 问上面的人该怎么办 眼看恶狼就要发动攻击 小美急忙扔下滑板 把恶狼吓跑了 逃过一劫的阿伟大口地喘着粗气 但恶狼再次返回是迟早的事 大壮必须快点爬过去 僵硬的身体使她每爬一步都很吃力 走到一半好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居然又退了回来 小美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大壮只是说了一句别往下看 原来是刚刚那只恶狼又带着兄弟回来 阿伟难逃一死 喊出了最后一句话 她不想让女友看到自己被活活咬死 狼群撕咬着阿伟 喊叫声回荡在整个雪山 上面的两人无比的绝望却又无能为力 只能听着那痛苦的叫声无助的哭泣 不知过了多久 两个人愣在原地 大壮的手套被揽绳刺穿鲜血直流 悲伤又寒冷的两人拥抱在一起互相取暖 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晚上 这个女人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的手被牢牢冻在了护栏上 她强忍着疼痛一点一点的用 等到她挣脱开来 手心上的皮已经整张脱落 一旁的男人被吓得惊醒 女人看着自己的手 没有出血已经被冻得失去了知觉 她想摸摸自己的脸 男人急忙阻止 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他们被困在上面已经过去了12小时 男人呼喊着救命希望有人听到 可这雪山连个鬼影都看不到 无助的两人只能这样等待着 此时的女人发现自己尿裤子了 她绝望地哭了起来 没想到只是初来王会发生这种事 而自己的男友也因此丧命 等了很久后依旧没看到人 而此时又下起了雪 再这样等下去必死予以 男人想从懒绳上爬过去 可刚踏出第一步 懒车的螺丝松动差点掉下去 她强忍着手掌的疼痛一点点 可身体的饥饿和僵硬 让她每一步都很失灵 下面的狼跑过来 她在下面等着一顿美餐 女人害怕地不敢直视 此时男人的一只手突然脱离 跑在另一只手牢牢抓住 随后便成功到达另一个懒车 而男人的手也飞了 看着下面的恶狼 她叫女人把滑雪杆扔过去 这样到达地面就有东西风生 可由于懒车晃动 雪杆扔到了地上 男人再次起身朝柱子爬去 最后有惊无险地到达了柱子 可刚到达地面 恶狼就扑过来死死咬住男人的手臂 她情急之下捡起一旁的雪杆 重重地砸在恶狼的身上 恶狼跑了 男人赶紧跑过去穿上滑雪板 就在男人滑走的时候 身后的狼裙再一次朝她追去 女人只能在上面呼喊 却无能为力 她现在要坐的只有等待 很快就到了晚上 好在雪亭了 就这样 女人又过了一夜 她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看男人有没有 焦急地坐在上面 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想要扒着缆车跳下去 这样等下去始终不是办法 可就在这时 好在一根钢丝绳暂时承受住了重量 但随时都会断裂 女人深吸一口气跳了下去 钢丝绳断开缆车也随之掉牢 重重地砸在女人的腿上 腿断了 女人只能爬着往山下走 她穿过一片树林 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 看到了被恶狼咬死的男人 然而恶狼并没有离开 女人被盯上了 好在狼群已经吃饱了 对她并不感兴趣 女人又逃过一劫 经过长时间的爬行 她终于来到了马路上 最后精疲力竭地趴在地上 一辆路过的车发现了她 把她送去了医院 女人最终成功活了下来 三个人为了贪图一时的小便宜 付出了两条生命的惨痛代价